- 首先謝謝大家來聽今天的講座 那麼今天我先主要把H1B的概況稍微介紹一下 然後也穿插一下案例 那麼10月份剛出台的那個新的政策呢 等一下張律師會具體很詳細的跟大家講 今天我們主要是講三個部分 H1B還有那個PERM 還有那個叫Senator Bill S386 稍微過一下 張律師能不能聽到下一個screen 好 那麼在這裡大家可能對H1B都有所了解 那麼H1B最主要的就是要證明三個要素 第一個我們叫專業性的職位 第二個是Wage 第三個是雇員的那個Qualification 那麼專業性的職位呢就是說 就是要證明這個雇主給你的這個position 是需要一個Bachelor或者BachelorDegree以上的特定專業的人才能perform的 這麼一個position 那麼一般它有四種證明方法 那麼大家用的比較多的就是說一個就是證明 Bachelor或者Bachelor以上Degree 是Minimum Requirement 那麼這個看什麼呢 就是勞工部有一個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這個用我的話來說就是移民官的Bible 比如說他在看這個position是不是Specialty Occupation 他首先去到勞工部的那個OAH OAH裡邊如果針對這個Occupation 勞工部說需要一個特定專業的Bachelor 或者Closely Related專業的Bachelor 或者Bachelor以上Degree的話 那移民官一般不會challenge 那如果OAH裡邊找不到的話 那移民官很有可能就會raise這個 Specialty Occupation這個issue 那麼我們一般在做Case的時候 一般先會去OAH裡邊找 相對應的Occupation 如果能夠找到相對應的Occupation 勞工部又說這個Occupation是需要Bachelor 或者Bachelors degree 什麼比較美景 那個列一到兩個專業的話 那這個我們用起來就比較comfortable 另外一種證明方法就是說 你要證明這個職位的那些job duty很complex 要perform這些complex job duty 需要這個knowledge 那這個knowledge一般是從什麼地方 從一個特定的Bachelor或者Bachelors degree 這個專業才能得到的這種knowledge 這是兩種比較用的比較common的一些證明方法 那麼另外兩種呢相對來說少一點 就是雇主證明自己一直是這個practice 這樣的position 他一直需要一個Bachelors degree才能fill 那麼另外一個就證明這個industry裡邊 其他的跟這個雇主 similar 就是說similar size 同樣員工差不多 然後呢 parall position 就是他們的那個position 他們一般也是需要一個bachelors degree才能fill 這是四種證明方法 只要證明一種就可以了 OK 這麼我剛才已經講了 更多的第一種OH 然後就是另外一種就是complex job duty 第二個就是wage requirement 雇主要付到兩個 它是兩個wage做一個比較 如果雇主有其他員工fill一個same or similar position 有same or similar的qualification 雇主要把付給這些員工的工資跟勞工部 關於這個地區的 那麼一般就是state county OK 這個county的這個occupation的prevision wage做一個比較 哪個高就要付到哪一個 這個就是wage requirement 第三個是employee 就是說你作為雇主 你有沒有這個occupation 所需要的那個專業的bachelor 或者bachelor以上的degree 三個缺一不可 上來就是進到下一個頁面 OK 好 這個簡單過一下 H1Bquater 一般regular就是六萬五千個 那麼裡邊有一些要給singapore chili 但是那個singaporechili一般的名額用的不多 除了六萬五千個regular的話 除了六萬五千個regular的話 還有兩萬個是給這裡的master 或master degree以上拿這些人 那麼另外就是說 還有一些是不需要算quater的 那一般就是大學裡邊那些思維 或者是nonprofit research organization 或者government research organization 這些是不算quater 好再往下 那麼H1Bfiling的那個程序是這樣 就是說 今年以前我們一般就是說 把所有的case整個package全都做好 然後4月1號 4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寄到移民局 移民局然後抽籤 抽到然後就往下process 抽不到的過幾個月以後 把整個package推回來 那麼今年的班 已經改變了做法 就是移民局它首先先抽籤 所以在3月1號到3月20號 這個三個星期的時間裡邊 雇主去移民局的網頁register 每個雇員 他如果說要為三個雇員 做那個H1B的話 那每個雇員就是10 dollar 這個10塊錢registering fee 那個三個星期file上去 然後3月底左右會得到結果 抽中的話移民就會通知 那麼到時候就說 要打印一個selection notice出來 那麼4月1號開始到6月底 90天的時間裡邊 雇主有這個時間開始 可以file那個H1B 那麼向移民局fileH1B之前 雇主先要向勞工部拿一個叫LCA 我們叫Labor Condition Application 那麼如果是一個雇主從來沒有做過H1B的話 首先要向勞工部verify他的那個tax ID verify以後才能file那個LCA 那麼LCA一般差不多5到7 business day 勞工部會certify 所以我們一般是在LCA pending的時候 我們會把其他的H1B Petition Form 和Petition Letter全都弄好 那麼certify以後呢 LCA certified以後雇主簽字 然後簽H1B Petition Letter 到時候加上那個filing費什麼 加上雇員的一些信息 基本上就可以file 那file的話有兩種 一種是regular 一種是premium premium的話就是說 目前是15天 不是15個business day 是15個calendar day 移民局要給你一個結果 那結果一般就是說 Approve, straight approval或者是RFV RFV的話補材料 補材料一般有87天的時間你可以補 補回去以後 如果你是用premium processing的話 它繼續是15天 收到你補材料通知以後15天給你結果 或者approval或者是deline 再往下 H1B的有一些feature 就是說 employer specific 就是說你只能為這個H1B雇主做 你不能為其他的雇主做 因為你沒有authorization 第二個 它可以fulltime,parttime 抽籤的機率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區別 OK 那麼有時候雇主在招人的時候 他說這個薪水蠻高的 那有可能他說 我們就做partime 因為把年薪就變成了實薪 把每個星期工作的時間可以減少 那這樣的話可以 還是可以負擔得起那個雇員 第三個就是說 你可以concurrent 就是說你兩個partime 一個為這個雇主做 一個另外一個partime 為另外一個雇主做 這個都是可以的 Due intent 就H1B在移民法裏面是明確規定 就是說它是允許有移民傾向 所以說你file那個綠卡 不會影響到立塊的申請 不會影響到你的H1B的那個延期賺 也不會影響到你去國外 簽H1B Visa回來 Portability 就是說H1B Transfer 就是它是規定 就是說如果只要在移民局收到 H1B Transfer Petition以後 你就可以為那個新的雇主做 但是我們一般不會建議這麼做 因為有風險 什麼風險 H1B法律裡面明確規定 就是說如果那個H1B雇員 離開雇主的話 terminate employment的話 雇員 雇主要有責任通知移民局 要inform移民局 要inform移民局 那麼這個H1B relationship 已經terminate 那麼inform以後移民局會revoke 已經approved H1B 好 那你這裡說我已經 移民局收到H1B Transfer Petition以後 你已經開始為新的雇主做 你舊的雇主一封信告知移民局 這個H1B relationship已經terminate 如果你是用regular processing的話 過幾個月以後 移民局把你的H1B Transfer Petition deny deny了以後 你就在美國這裡就沒有任何的身份 你要馬上離開 所以我們這個風險就很大 所以我一般會建議就是說 做H1B Transfer的時候 你用premium processing 先不告訴這裡的舊的雇主 新的雇主那邊 先向移民局的transfer Petition 用premium processing 15天或者15天不到 能夠拿到一個approval 那那個時候 你再離開現在的雇主 中間就不會有任何的gap H4 EAD就是一個benefit 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approved I-140 H1B 如果你有approved I-140 或者是你的H1B是 超過六年往後延 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一個勞工證 或者有一個I-140 pending 超過365天 那在這種兩個條件 就是說一個是勞工證 I-140 pending 超過365天 你可以延H1B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有一個approved I-140 但是因為排期沒有到 你可以繼續往後延你的H1B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的配偶 他可以申請H4 EAD 用那個AAD卡來工作 那H4 EAD是沒有任何限制的 可以為任何雇主做 所以這是一個蠻好的benefit 川普一直在說要 在你那個是H1B雇主file的H1Petition之後 你的OPT才expire 比如說雇主file H1B是4月15號 然後你的OPT是4月20號才expire 那因為是timely file的H1B 所以你的F1的status 包括你的work authorization 可以一直延到 就是說H1B Petition Determination那一天 如果approved的話 那你一直延到9月30號 如果deny的話 那deny那一天你就 你就that's it 你不能繼續做 如果你的OPT是在雇主第H1B申請之前 就已經expire 但是你還在F1的grace period裡邊 60年的grace period裡邊 那麼你可以繼續延你的F1 status 但是你不能工作 不能工作 那直到就是H1B Petition審理有結果 如果是deny的話 你的status expired 如果是approved的話 延到9月30號 10月1號開始 就說如果 9月30號以前H1B 已經approved的話 那10月1號開始你也 我們收到還挺多問題的 楊律師那邊可能網絡出問題了 楊律師那邊可能網絡出問題了 我們等一下楊律師上線吧 他 可能他可能要 他是 楊律師 楊律師那邊 楊律師那邊 那個我們 我們收到還挺多問題的哈 到時候我們呃 在Q&A环节的话 我们到时候统一回答 那个张律师 如果杨律师进不来 你能替他讲吗 对 我接着讲吧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进来 对 杨律师是介绍了 这个CAP gap的extensions 准确的来说 因为每年的这个 Subject to CAP的H&B 它是4月1号开始可以递交 那一般就是说 如果你的OPT是在4月1号 或者之后到期的 那你只要有一个 timely filing这个H&B 你就可以一直extend你的OPT 到9月30号 然后如果你的H&B 顺利approve的话 4月1号你的status 从OPT变成H&B 那刚才杨律师也讲了60天 如果你的OPT是在2月1号 到3月31号之间expire了 那个时候你还不能fileH&B 那这种时候 你如果4月份timely file了一个H&B上去之后 你的OPT 你是可以把你的学生身份 延到9月30号 但是你的work authorization 你不能延了 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 用OPT为雇主工作的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 那你在你的这个OPT过期 到9月30号之间 你就不能为雇主工作 你只能等待美国 等待你的H&B的这个结果 一直到 如果你的H&B顺利批复 一直到4月1号 H&B status开始的时候 你才可以又重新恢复 给这个雇主工作 所以我把杨律师刚才的这个时间 大概再重复一下 这个下一个screen好像有点stuck OK 那这个H&B的time limit 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个H&B它最多就是6年 它有一个maximum的这个limit 但是它有两个exception 杨律师来了 那David你接着讲吧 本来我们以为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上来 David你unmute了 好 可以吗 现在听得到吗 可以 OK sorry 刚才internet断掉了 对不起 对 对 我们继续讲 就是说 如果你又approvei-110的话 那么因为有排期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三年三年往后 演你的H&B就是了 好 再往下 OK I-V就是说 H&B最近几年那个I-V越来越多 那么一般都是什么issue呢 通常的就是specialty occupation 刚才已经讲了 移民官的bible是OOH 如果bible里面找不到的话 它会issue一个I-V 说这不是一个specialty occupation 那么 一般你在回这个的时候 通常我们是用通过你叫expert letter 就是说 比如你是marketing专业的 我们找一个marketing professor 来写一封信 来具体分析 你 perform你这个job duty 一个一个一个分析 他说perform这些job duty 需要什么knowledge 这个knowledge 是通过marketing的 什么课可以得到 OK 所以就是说 这是一个approach 就是说怎么来回复这样的I-V 第二个LCA corp 说这个差不多三年以前 就是说移民局 issue了大量的补材料通知 是challenge什么 challenge说 工资 level of wage 他说level of wage 按照劳工部的说法 level of wage的那种工作 都是entry level的工作 是不需要independent judgment 是under work under close supervision 所以这样的position 不是一个specialty 不是一个专业性的职位 那么你在回复这样的 补材料通知的时候 你说 wait a minute 我这个job 他们那个job duty 非常complex 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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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如果你这么argue的话 移民官反过来 再将你一军说 既然你说 你这个job duty很complex 那就不应该是level level one wage 这样的一个position 至少是level two 甚至level three 那他叫你提供 level two 或者level three的LCA 你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的话 所以说 它是另外一个 也许就是说 你的LCA跟你的position 一定要 要crespond 要match 第三个就是 employee employee relationship 那一般就说 如果是不去第三方工作的话 基本上都不是一个issue 去第三方工作的话 你要提供contract 那个job order 怎么来证明 你supervise 你的那个employee 这个就比较复杂 第四个 他要证明 就是说你要求的 一般大家要求三年 他三年里边 你有没有足够的活 让这个employee做 没有的话 移民官他会 就给你两年 甚至给你一年的时间 虽然你要的三年 他不给你 他给你一年的时间 接下来是beneficiary qualification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第三个要素 就是作为 你有这个专业的bachelor 或者bachelor以上的degree 那么你前面两个可以满足 但是第三个 如果你这个beneficiary 没有这个专业的bachelor 或者以上的degree的话 那这一条不能满足 还是会deny 再下来就是maintaining status 最近这样的RF越来越多 他是要求你证明 就是说因为H1的那个F1 你从OPT开始 OK 你不能工作时间 少于20个小时 少于20小时就是violation 那么你前面12个月的话 你可以有一些volunteer的工作 这个没有问题 你可以为不同的雇主做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 如果你是STEM OPT的话 你进到STEM后面24个月的话 那就不可能volunteer 他一定要是paid work 那么一定要证明 至少20个小时以上 我最近有一个case 他要求你 那个 把所有的pay stop 雇主那边 所有的pay stop都提供给他 来证明 就是说你是maintaining了F1的那个status 那么pay stop一般都会显示 每个星期 每个月工作多少个小时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也就是说一定要很好的document 最后一个就是itinerary 如果说你这个position是在两个 或者是更多的location要perform的话 一定要提供一个日程表 itinerary 大概讲一下 多少时间在这里 多少时间在另外一个地方 没有这个itinerary的话 189会收到五彩的通知 好再往下 张律师能不能再往下 下面演 OK 如果 对如果当年的H1B cap用完的话 你怎么办 那么如果你能够去到 不算明了那些雇主那边 高校啊 或者non-profit research organization 去那边过渡一下 先在那边做 然后等到下一年再抽签 能够抽到的话 再回到industry去做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就是说 你可能要maintain你的status的话 就可能继续keepF1 或者转到其他的身份 那么O1比较tricky 因为它是要求比较高 是结束人才 结完的话呢 你可以工作 但是有时候会让你有两年服务器 所以但是不得已 如果你要转的话 也可以转就是 再往下 OK 如果是layoff的情况怎么办 那么以前layoff没有grace period OK 但现在有grace period 你好很多 60天的grace period 那么只要在60天之内 所以你找到下一家雇主 发新的那个transportation过去的话 那你可以先 那么第二个termination 有时候client会问 就是说我雇主已经通知我最后一天了 但是呢我还是在parrow上面 到底怎么算 那么我们的解读应该就是 雇主通知你那一天 就是你的last day就是 怎么来keep你的non-immigrant status 那刚才已经讲了 如果60天之内找到雇主 file transfer petition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想办法看看就是配偶 有没有independent status 如果有的话转到配偶的dependent status 另外就是说可能就是继续maintain F1 go back to school OK 那也有client说我先change到B1 过渡一下 然后想办法再转回来 这个可行 但是B1你最多只能是6个月 所以等到你下一次抽签的话 不一定feasible就是 好再往下 OK就说 H1B就是做的比较多的 就是说像电脑 就是说software developer 如果是engineer chemical engineer materials engineer 这些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是说straightforward 基本上都不会denied 那最近我们碰到的一些就是说 data analyst 这个比较模模糊糊 那么data analyst一般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是先收集数据 然后再分析数据 然后把你的finding 再present给manager 基本上就是这些 有好几个occupation可以apply 那么我现在这里讲 第一个是market research analyst 如果是在七八年以前做market research analyst的话 那没有问题 移民官一般都会批 但是后来移民官就开始challenge了 是因为什么 刚才还回答我刚才讲的 他们的Bible OH 劳工部说market research analyst 这个position 他说你的batches degree in market research or related field many have degrees in fields such as statistics mathematics others have background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 social sciences or communications 劳工部罗列了一大堆的这样的occupation 他说这些专业 他说这些专业的人都可以prepare来做market research analyst 所以这就让移民官找到了一个证据来challenge你 说有这么多专业都可以来做market research analyst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特定专业的一个occupation 所以就说差不多五六年前移民就challenge 那么我刚才讲的challenge的话 就是说你怎么证明 如果你真的只是一个marketing major的话 那你没办法 你只能做这个occupation 申请用这个occupation来做 那拿到补材料通知的话 就是拿expert letter给他补回去 那我自己是比较幸运 就是说有两个case补回去是过了 但是我在网上来search 其他的那个律师 他们回去以后也有denied的 所以呢 如果是现在 如果你要做H1B 如果是marketing的话 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大的challenge 很有可能会deny 所以我一般会避免 如果data analyst的话 你是mathematics专业 或者是statistics专业 那我绝对避免用market research analyst statistics的话 就是说有一个occupation 叫statistician mathematics statistics专业 用statistician这个occupation来做 就比较稳妥 那如果靠不上的话 那么接下来可能用business operation research analyst来做 今年有一个case 他是那个information system和management 一个combination的一个专业 一般的课程是information system 一般的课程是management 后来就给他找了这么一个operation research analyst来做 主要是用他information system里边的一些课程来qualify 他说要perform这个job duty需要什么knowledge 那这个knowledge从他information system选的哪些课里边可以得到就是 这么包装一下后来还是过了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t 也是就是说 差不多四年前五年前在一个case里面用过 因为当时他approach我 然后我跟他说他是MIS专业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专业 但是呢他的job duty又不是说去develop software 所以很难用software develop来做 他说他是数据分析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就找了这个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t 这个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t 他在occupation里边规在叫什么 规在叫computer occupations or other下面 所以基本上还是跟computer要有点沾点边 那么后来就说因为他是MIS 至少跟computer有点边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来做 很幸运还是过了 但是之后就是我在网上search 其他律师用这个的话有给challenge 所以现在就说如果真的要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BIA这个在移民局用的那个bible 参照的bible里边 OOH里边没有这个occupation 所以没有的话可能他会issue 补材料通知给你 所以能够避免现在如果能够避免用business intelligence 我可能会建议你避免 用operations research analyst可能comfortable一点 或者是干脆用statistician 如果你的job duties更多是用数学modeling 和statistic modeling来做的话 那用statistician来做会更妥 这个case比较怪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subwaydeveloper一般移民官不会challenge 这个case我收到一个补材料通知说什么的 就是说他是一个part-time的position 他的雇主是一个在网上销售产品的雇主 但是呢雇主照他来说 我要develop一个什么online的一个catalog什么东西 一个software 然后呢移民官就不相信 因为我们要三年移民官不相信 他说你提供证明给我 为什么你有足够的活可以fill三年的时间 那么怎么办 我们知道以后怎么办 后来就找了industry的两个expert来写信 就是说一般要develop一个software 从开发他酝酿开发 然后到最后test 他一个团队差不多三四个人 可能要花一年多一年到三年时间才能完成 然后他说如果是只是一个人做 然后又是part-time的话 那绝对需要三年或者是更多的时间 所以用这些expert信来给他回复过去 后来那个移民官还是reasonable 还是批了那个case 只是说就是说这个刚才也讲就是说 三年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fill 你所request的这个time 也是经常移民官发补材料通知的一个issue 我想我基本上先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应该是张律师可以借过去 来讲一下他的一些案例分析 然后讲最新的一些policy 谢谢杨律师 刚刚杨律师是讲了四个案例 主要是针对于这个 我们在有一个position出来准备发H&B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conceal 我们这个H&B申请到底claiming 一个什么样的position更合适 也就是说从结果上来说 他会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 这里面就说杨律师也一直在强调 这个劳工部移民局 他们在审理案子的时候 他们的bible就是OH 他们是用这个 他们的这个OH来看 有没有这个offer page 然后来看这个offer page里面 他具体的对这个education 这些requirements是不是至少需要一个bash degree 这是刚才杨律师讲的那个四个案例 我简单提一下 那我这两个案例呢 我主要是从这个怎么样 maintain一个valent status来讲 这个大家看到screen上我这个case 这个我们申请的是financial analyst 这个case他是第一次参加H&B 没有出中签 然后这个beneficiary 他为了维持自己的身份 他又找了一个学校 回到了学校继续keep他的F1的这个status 同时他利用了这个CPT 继续为他原来用OPT工作的那个雇主在做 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background 我这个case申请交上去 那这个申请交上去以后 通常情况下我们原来就是说 之前H&B他的举证责任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 如果你的这个position 一般他一看就是一个比较streetforward 一个能够满足这个specialty of patient 他们的定义的话 他一般不challenge 然后我们再证明他的合法的F1的status 通常我们也就是交一个学校 给你一起的i-20 对吧 这是一个通常用来证明你的F1status 一个docment 我们都交上去 但是这个案子交上去之后 就是说最近几年移民局自从这个 尤其是自从这个Trump上台以后 他对于这个移民紧缩政策 对于这个H&B的举证 这个要求也非常的高了 那我们就收到了一个IP的通知 他要求了大量的证明你的这个 一直maintain一个valid F1status的证据 就是说i-20是not sufficient 首先他从两方面来challenge你的status 第一个他是说 第一个你要证明你F1 一定是一个full time student 所以你要证明你是full cause of status 因为你也在part time用CPT工作 所以他要了你很多这方面相关的信息 来证明你是一个满足符合这个 对于这个full time student的定义 那第二个他要了很多关于你的CPT 是不是完全compliance with law的一个CPT的这个证据 包括因为CPT它必须是某一门课 要跟你的工作要closely related 你就是因为这门课的一个requirement 你需要一些practice的一些机会来满足这门课 就是part of the curriculum的一个requirement 你要去实习 所以他要了很多从学校 从他的这个雇主方面的document 来证明他合法有效的CPT 而且就说这个case 这个beneficial 实际上他选的这个学校还跟他住的 不是在同一个城市 他actually每次他是通 他是利用周五到周日这三天 他飞过去到那个学校去 参加一些课 来满足他的这个负担 这个F1student 当然就是说这个case 我们交上去 I-Fi Response 是你批复的 这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beneficial自己和他们学校 包括他的雇主 他们的document确实是很完备 就是基本上这个 移民局要的一长留的一个清单 我们可以一项一项的 把他要的东西给他弄回去 所以我这个案例就是说想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也这个 在听的这个同学朋友们 你们有这样类似的情况 你们一定要注意document 包括你的full cost of study 证明你的full time student F1student身份 包括你的CPT 如果你想用CPT来继续工作的话 对这个是我想介绍的 怎么样来在你没有抽中签 你想继续留在美国 你有些什么样的options 可以 来continue 留在美国 然后继续工作 那下面一个案例 我想介绍的是 这个job title 是project manager 这个beneficial 他是用H1B在工作 然后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说他 这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案例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60天的grace period 他收到了雇主的 就是说通知layoff的通知 马上就要离开 就没有一个advance notice 所以就是说他4月1号 收到这个通知 也就是他4月1号 就是他的H1B terminance 的时间 所以这个 这种情况下 对于这个beneficial来说 就是很突然 对吧 但是他就是说 他in good faith 他很快的 在一个月之内 找到工作 并且他的这个雇主呢 新的雇主呢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快的 在5月22号 应该是5月中旬的时候 把他的这个H1B transport 给交上去了 但这个时候出了一个 什么变故呢 他交上去了 这个case 还在喷顶的时候 他的这个新雇主 公司又拆分 又出了一些状况 然后就要把他 就要terminate 他的position 要把他的这个 H1B transfer 要withdrawal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说这个beneficial 他 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他自己就联系了 一个学校 他想继续留在美国 他就自己联系了 一个学校 拿到了学校的admission 然后file了一个 change of status 先转到了他的 F学生身份 当然在这个期间 他还继续的 在找工作 所以他的这个 change of status 的这个 转到F1学生身份的 这个还在pending的时候 他又找到了 另外一个工作 那我做的时候 我做的时候就是 这个新的雇主 来给他 发一个H1B的transport 那这个case里面 我想强调的一个 就是你在layoff 当然现在很好 现在他就直接给他 你60天的grace period 如果你的那个H1B的 这个proof notice 就是在你的H1B的 这个expiration date 还没有到 然后你被雇主 layoff的情况下 你有60天的grace period 那你只要在60天之内 file任何H1B 这个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说 如果你超过了 这个60天的这个grace period 你依然要在这个60天之内 file的 你不能在这个期间 找到一个工作的话 你依然要file change of status 你可以change成F 你也可以change成B 这样可以给你 争取更多的时间 让你继续找新的工作 那我们这个case呢 就是说 这个等于是第三 第二个H1B的transfer 交上去的时候 已经是9月份了 就是说它已经 好几个月过去了 已经很delay了 所以当时 这个 移民局就是challenge 它的这个 file to maintain 一个violet status 那我们当时是 在respond 这个移民局的 这个request RFE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把它 就是把它的这个timelines 把它很详细的 每一步 包括correspondence evidence 全部都交上去 就是说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证明 这个benefitri 本人 它已经进到了 它最大的努力 来 即时的上交一个 它的这个 转身份 或者H1B Transfer的申请 避免它自己造成 它的这个auto status 的情况 那其他的 有一些情况呢 确实是它的这个 都是它自己能控制的 这是因为 有一个 法律解释 如果你能证明 你的这个delay 是due to extraordinary segments 但是beyond 有control 这种情况 哪怕你有out of status 情况 你也 它也可以 可以 移民局也可以 在它的这个 discretion之内 来 让你 直接在美国 调整 或者延长 你的身份 而不用回 就是说 回中国 再去签签论 但是在这个case 里面 就是说 移民局最后 是批了我们客户 的H1B的签证 但是最后 是让它 回到中国 再去签 H1B签证 再进来 对 所以 这段子 我想让大家 知道的 就是 可能有一些 unexpected thing haven的情况下 有可能你已经 稍微超出了 一些out of status 的情况 但这种情况 就是说 你 也用不着 panic 但是你要尽量的 缩短 你的这个out of status 的情况 尽量的离境 但是你的 H1B transfer的时候 这个移民局 在审理你的 这个H1B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 把你的这个申请 是分成两部分 来审理的 第一部分 它是去审理 你是不是符合 这个H1B 所有的这些 basic requirements 能不能issue 你这个H1B visa 第二部分 它才考虑 你是不是一直 maintain了一个 valid status 那在这种前提下 它才会 批复你 是否允许 你在美国境内 转换 或者延长 你的H1B生活 那就是说 在审理的时候 如果你是真的 没有证据 能证明自己 一直maintain 一个valid status 的情况下 那它也会 批你的H1B的 第一步的申请 然后让你回去 再签安全币 签认进来 这样的话 你还是可以通过 签安全币 签认进来 继续在美国 keep你的H1B status 然后为你的 这个新的雇主工作 这个是我讲的 想分享的两个案例 主要就是给大家 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你碰到 没错中签 或者你碰到 被lay off的情况下 你有些什么样的 选择来继续 keep你的H1B status 那下面的事情 我想介绍一下 这也是大家 绝大部分人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前两天 刚刚出来的 一个是移民局 出来了一个 这个IFR的这个 Rules 一个是劳工部 出来了 两个Rules 同时都是在 4月8号 publish出来的 那劳工部的这个Rules 马上 immediately effective 就是昨天就开始执行了 那移民局的这个Rules 它是给了60天的 这个common period 所以它的这个 70日期 从12月7号 会开始生效 那我想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Rules 它都有些什么样的内容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为什么引起这么多人 会觉得有一些 造成大家的一些恐慌 刚才那个杨律师 他在介绍 H1B的时候 他已经讲了 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specialty occupation 的规定 首先要看你的这个position 你雇主给你的这个position 它首先它是不是符合法律上 对于specialty occupation的定义 那以前的那个Rules 基本上它就说 OH我们说的这个移民局 拿来审理案子 它的一个bible 它用这个OH 对于这个occupation的描述 来确定 你这个职位是不是符合 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的条件 但以前的Rules呢 它是 很多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position 比如说 我这有几个例子 比如说 Computer Programmer 这个position OH 我可以来读一下 它说 它对于这个 Occupation Computer Programmer 的这个Occupation 它的描述 它有一个 Educational Requirement 它说 Most computer programmers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However Some employers hire workers with an associate degree 那这一句话 那就很明显的 就说 它不是所有的 做这个 Computer Programmer 这个position的人 都是需要这个 Besture Degree 它有一些 associate degree 雇主也能接受 所以移民局认为 在Industry里面 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你就 不够证明你的 specialty occupation 所以后来 最近这几年 就是Computer Programmer 你要用这个职位 去申请H&B的话 是很困难的 首先它就challenge 你没有满足 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 那还有 我们经常用的 最多的 就是申请的 I-CMB申请的人 也非常多的一个 就是Software Developer 这个position 这个Software Developer 这个position 它的描述 关于这个OH 里面对于它这个 Occupation的描述 它是说 Software Developer usually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strong computer programming skills 它用完一个 usually 所以以前的 在这个新入出来之前 我们经常会看到 说 usually 或者 most of positions require bachelor degree 或者是common it's very typical it's common for this position to require bachelor degree 等等这些语言 我们都可以去 作为 一个evidence 来向USCS 说 通过这个法律 从OH来说 这个就会支持 我的这个special occupation 这个都是接受的 但现在的新的入 它就把这些 usually common most 这些词 它全部都 disrever 都不考虑把它 remove掉了 那它的解读 就更加narrow 它认为 就是说 你从 usually common most 这些解读来说 你都不是100% 你是一个 需要 所有的这个职位 都是需要一个 at least special degree 你用的这些词 表示你还是有 some portion of the positions 它本身是不require 这个 special degree 所以这个 它就开始challenging 这就是我们说 它这个新入 它第一条 就是对这个specialty of patient 它有一个 非常narrow的 interpretation 就让你以后 去申请 H1B 要证明你的职位 符合这个specialty of patient 变得更加困难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回到 刚才杨律师也提到 我们就要回到 另外那四个criteria 那你就要去 搜集更多的evidence 去证明 你符合那四个criteria 其中的至少一个 这是这个新入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那另外一个 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它的这个wage 它的这个计算 这个previting wage 的这个标准改变 这个我们会在下面 我们在介绍这个 DOL劳工部的 这个新入的时候 我们再具体讲 这个wage 它的改变是什么 那除了它的这个wage 的标准 大大的增加了 以外呢 它对于这个 third party的placement 就是说你这个 职位 雇主申请下来 你是要到另外一个 workplace去工作的 或者你去 为第三方 作为contract 过去工作的 那它把这个 以前都是require require三年的 这个一次 你可以申请三年的 这个H&B的 improvement 这个period 那现在它把这种 去第三方的 这种情况 它把它限制成一年 就是说你每一次 申请它只给你 一年的时间 这也是一个 很大的改变 就是说它对于 这个去第三方的 工作的这个 限制就更大了 更多了 另外呢 它也强调 这个要有一个 真实的这个job offer 你要有一个valid implower和imployed relationship 这个是它的 这个心路强调 尤其是对于 这个第三方 你要是到 third party workplace 去工作的话 它对你 怎么样去证明 你有一个valid implower imployed relationship 这个evidence 它也是有 非常高的要求 要你有很多的 这个矩阵者 另外一个 就是说 以前 以前的 一般你要做 H&B transfer的时候 或者你做 H&B 尤其是你做 H&B extension的时候 如果你的 position 雇主 这种情况 都没有什么 大的变化 尤其是这个 H&B extension 一般它 prior approvals 以前的 approved 它一般 extension 它也都给你 approve 相对来说 它这个审理 就很 直接 但是在这个 新的路上 它特别强调了 说 这个 prior approvals are not binding on USCIS 它也 因为它提到 就是说 他们在 他们的 evaluate的过程当中 发现 也有存在一些 数量的 H&B的approval 是有错的 本来不应该 approve的 H&B 它给它 approval 也就是说 这个新路 开始之后 不管是 你是做 H&B extension 还是在做 H&B transfer 它的审理 都会 用同样的 你一个 initial的 H&B的 这个审理标准 去审理你的案子 这个也就是说 会 相比以前来说 会更难一些 那还有一个 新的路的改变 就是说 移民局 它都会 对于你的 H&B申请 它都会抽样的 去一些 onsite 做一些 investigation 那这个新路 就是说 它对这个 onsite investigation 这方面 它会更加加强 一个可能从数量上来说 它会 有更多的 这种 onsite investigation 它会去做调查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在compliance方面 它会有更加严格的要求 这几个大概 就是这个 最近刚刚出来 这个新的 这个 移民局的这个路 里面 它所 跟之前的 那个 H&B的 这个比较 它的一些区别 那刚才我也说了 上远说 我那个 参与就补充一下 就是说 关于那个 Specially Occupation 新的路里边 它那个字眼 就是有 不少的变化 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刚才讲了 四条证明方法 咱们现在看 新的也是 四条证明方法 但新的 新的 Wording 里边 就变了 读一下 就是说 U.S. Bachelor's Degree Bachelor or High Degree in a Directly Related Specific Specialty or its Equivalent i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for entry into the particular Occupation in which the Beneficial will be Employed 这个叫 Directly Related Specific Specialty 以前 在一些 Case里边 我们通常会 argue 就是说 如果说 有几个 Major 可以来 满足 这个 Occupation 的要求 我们会说 这些是 Closely Related 这些 Major OK 是 Closely Related 移民局 行政 上厨 办公室 有的案例 里边 也 support 这个 Reasoning 就是说 如果是 Closely Related Major 的话 它可以 接受 但是 现在 这个 Wording 改掉了 变成 Directly Related Specialty 这个 就 更 窄了 就是说 我现在 就担心 就是说 这个 Closely Related Major 是不是 还能够 过 如果 按照 Directly Related 的话 那可能 还差一点 所以 这个 就是 收紧 就是说 它的 Wording 里边 你到时候 怎么来满足 证明是 Directly Related Versus Closely Related 我觉得 有一些 关系 就是 对的 对的 谢谢 这个杨律师 的补充 这个移民局 它在解释 它这个 以前的 Closely Related 和它的 Directly Related 区别 说 它特别 举了一些 例子 它举了一个 它并不是 要求 说 你这个 Position 一定要 Require Only One Degree 这个 它倒 没有这么 要求 但是它说如果 你 在这个 Occupation Requires Modern 1 Degree 的时候 你这个 Modern 1 Degree 是不是 very Different 还是说 他们 Closely Related 这个是他们 要去看的 它举了一个 例子 比如说 它说如果你是 一个 做 Statistician 的 Position 那你 Major In Mathematics All Statistics 它认为 这两个 Field 是 Closely Related 而且 你做的 Statistician Position 它都会用到 很多 这两个 不管是Math 来说 还是Statistics 来说 都会用到 这些的 这个knowledge 所以他认为 这个虽然是 两个不同的 Field 但是他认为 不影响 对于这个 Special Equipation 的一个判断 这是他举的 一个例子 所以他就说 你这两个领域 可以是不同的领域 还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 Chemistry Teacher 这个Position 他说如果是 Chemistry Teacher 这个Position 那他的 Occupation 他会说 我requires Either Education Degree Or Chemistry Degree 那他说 这两个 Degree Though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Education Chemistry They're very Different 但是就对于 这个Position 而言 你可以 Understand 他为什么要 他都是跟 这个Chemistry Teacher Closely Related 因为这个 Occupation 他既要求 你要有 Education 方面的 Knowledge 也要有 这个 Chemistry 方面的Knowledge 所以他认为 这两种 要求 也是符合 从这个 OOH 这个 要求来说 也是符合 这个Special Special Occupation 所以如果 你是这样的 Position 他认为 他也不会 Challenge 他认为是OK的 但是他特别提出来 就是比如说 像杨律师刚才说的 举的那个Data Analysis 这个Position Data Analysis Position 是有什么问题 首先OOH上 你找不到一个 Exactly Same Occupation 他就没有 这个Data Analysis Position 所以你在去 申请LCA的话 你就要去找 为什么当时 刚才这个杨律师 他讲 他的Case Analysis 的时候 他有几个 不同的Option 这些可能都是 跟数据分析 相关的 你可以用 如果你更侧重于 Market方面 用数据来分析 他的Market的走向 你可以用Marketing Research Analyst 你可以用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t 你也可以用 Operational Research Analyst 对吧 你是这三个 但是你要找一个 Close 跟你的Job Description 非常描述 很接近的 那这种 移民局 的这个 里面就说 如果你 你这些 Position 你都能 靠上关系 都是你能 说是Close Related 你有很多 不同的Position 的话 你就 没办法证明 你是一个特定 专业 你就没办法 去满足 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 同样 他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Software Developer 这个Position Software Developer 你可能 他的Occupation 里面 他会写说 你可以 有的人是 要有 Computer Science Degree 或者 这个CS Related Degree 你也可以 有Engineering Degree 你有很多Engineering 这里面 你也会学到 很多这个 CS 相关的一些 这些课程 这个Occupation 里面 他都说 这些东西都可以 那他就来 Challenge 医民局 就用这个 Specialty Occupation 在这个New Rule 上来Challenge 他说 如果你是 太Broad的 一个Engineering Degree 和Computer Science Degree 太Broad 一个Degree 所有的人 有Engineering Degree 都可以来 申请 这个Software Developer Position 的话 他就认为 实际上 他就 不是一个Specialty Occupation 他就没有 那个Specialized Knowledge 来要求 所以 从这个 移民局的解读 上来说 我们就 能看得到 能感觉得到 就是说 你今后 你要再 申请 我们以前 觉得非常 Straightforward 的Position 比如说 Software Developer 我们觉得 非常Straightforward 不会被Challenge 在Specialty or Patient 这个issue上的 有可能 以后 你的申请 在这些Position上 你就会面临 这样的Challenge 包括Data 这些都是在整个 H&B的申请中 占比率 非常大的Position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它的薪入 很大的 这个限制 那这个 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 这个 Celary 的增长 怎么样计算 Preventing wage 它就是 你在 Intended Importment Area 那个特定的 地区 它实际上 它是一个 平均工资 的这么一个标准 那它每个标准 每个Occupation 下面 它都分了 Level From Level 1 到Level 4 就是说你这个 Position越senior 那你的这个 Level就越高 那看了我的screen 就是说 以前 我括号里面 是以前的 这个Preventing wage 它是根据 这个比如说 17th percentile 大概是 差不多占到 17th的 这个百分比的 这个工资 作为它的Level 1 因为Level 1 是Entry Level Position Normally 它是少于 两年的工作经验 你大学毕业以后 少于两年的工作经验 它认为是Entry Level Position 它是17% 那现在它的新入 直接从17%就上升到45% 它的一个计算标准 那Second Level 已经从以前的34% 涨到62% Level从50%涨到78%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从第一级到第四级 How much 这个salary increase 实际上这个就是说 远远的超过了 真实的这个 对某个职位 在当地的要求 这个我想是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造成大家 为什么很恐慌 可能很多朋友 已经比如说 已经有H1B的 已经拿到Jop offer了 本来觉得这个Jop offer 我拿到的这个offer的位置 是满足它的这个 两天以前 是满足它的这个 Privileged Wage Requirements 突然发现不够了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对 那一个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预测 它这个路 因为它的这个路的 一个是它对这个 法律的解读 它是不是可以勾 这个avoid的这个 通常normal procedure 说你要经过 一定时期的 public comments 你才可以发表 发布一个新的 这个administrative rule 它有一个叫做 行政程序法的规定 它可不可以 avoid这个行政程序法 规定来直接发布这个 rule 并且让它直接生效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我想肯定是 有人去challenge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这个入 这个行政心理里面的 这个内容 它的波及面 是非常广泛的 它不光是针对 某一个领域 它实际上 它这个是 所有的安全币 所有的occupation position 都受到影响 它的salary 是影响到 所有的position 刚才我看到 有个问题 有问说 academic research 的position 是不是受到影响 我想肯定 也会受到影响 一般这个 劳工部的 那个salary 它有一个 是all industry标准 就是说一般是 industry的 人用的一个标准 它另外还有 academic的标准 这两个标准 是不一样的 正常 通常情况下 也不是所有的情况 通常情况下 这个academic方面的 这个 wage的这个standard 要a little bit lower than all industry标准 但是它 是根据你当地的 percentize 如果它这个percentize 是从17 涨到45%了 那你的这个 ademic方面的position 一样 你会看到你的 这个wage 会有很大的增长 那它这个DOL的路 刚才我已经提了 就是说 以前我们觉得 不是很 可能被challenge的 一些position 这个路发布以后 也会被这个challenge 它的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上 对我们现在时间 有点超时了 现在都已经九点过了 那我很快的 go through一下 这个perm 我想我用 10分钟吧 尽量很快 就是perm 通过 implement based 通过劳工证的程序 来申请绿卡 它的这个步骤 一般是三部分 第一部分 你要交一个perm 这个labor certification 交到劳工部去 那这个perm 如果被certify之后呢 你要交 第二步就是交一个 140的immigration visa petition 交到移民局 那140批了以后 normally对于这个 中国人和印度人 它都有一个排期 你这个排期到了 你可以交485了 你才可以开始第三步 交485的这个application for adjustment status 那这个green card 给你的时间 一般也就是你的 485approve的时间 那这个perm 它主要是 给这些在 更多的是给industry的 比较多的用这个途径 来申请绿卡 一般就是你先拿到H1B 为你的雇主工作 然后你的雇主 想永久 cap你的时候 他需要给你申请绿卡 来让你可以在 这个职位上 长时间的为他工作 那个这个perm 它主要是 这个过程 它的这个设计 主要它就是用来 测试一个美国的劳工市场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 美国本国的劳工利益 不要受到这个 太大的影响 就是说你一个 美国公司 你有一个空缺的职位出来 它是让你prefer 首先你要考虑美国的 本国的老公 US labor 包括你的US citizen 也包括那些 green card holders 那你这些 除非就是说你通过 一系列的这个recruiting efforts in good faith 你最后你证明 你是招不着合适的 美国人 或者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能够满足你的 这个minimum job requirements 这个美国人来 来做这个事情呢 你才可以把这个job opening 给这个外国人 所以它的这个 劳工卡的这个过程 是这样的 那它跟H1B一样 就是说它是需要一个 US employer 来给它sponsor 它也有wage requirement 而且它的wage requirement H1B申请的时候 我们一般通常是 我们直接用OES 劳工部的这个wage 我们根据它的position 来自己选择 它是属于level级的wage 我们就去file 那这个prong呢 更严格 你不可以自己去选择 你的这个wage requirement 你需要把一个 这个wage application 交到这个劳工部 它有一个national visa national这个 prevending wage center 让他们去为你决定 based上你的这个job 这个description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job duties 你的这个minimum job requirements 是什么 然后来决定你的wage level 你的这个prevending wage 是多少 对这是 我们讲的perm 然后perm里面 大家都知道 有个eb2和eb3的区别 那他们的这个 区别主要是在于 它的这个job requirement上面 如果你这个job position 你minimum就是require 一个bature degree 或者要求一个bature degree 加上少于5年的工作经验 那你这个就是eb3的position 如果你要求一个enleast 你要求master degree 或者你要求一个bature plus 5 or more years的work experience 这么一个requirement 你就可以到这个eb2的 这个category上去 那正常情况下呢 这个eb2 是排在eb3的前面 通常情况下 我们说在走排期的时候 eb2会更快一些 但是这几年呢 反而大家看一下 我把这个月的这个visa bulletin 这就是我们说的排期 我把这个月的这个排期 大家能看到 就是eb3对于中国人来说 反而比那个eb2更快了 每一个排期 它是出来两张表 我们能看到 一个是final action date 一个是date for filing final action date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是在这个日期 当天或者之前 你有一个140 或者有一个prome file上去了 那 你就可以fire485了 你的排期到了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这个final action date eb3 现在是7月17年的7月1号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prome 在17年的7月1号 或者之前file上去 那这个时候你就排期到了 你就可以交你的485 那date for filing呢 date for filing一般 它是说 你可以file 但是你的排期不一定到 移民局允许你 现在就file你的485 但是不一定 这个有immediate immigrant visa available for you 那现在的eb3的这个date for filing 是18年的6月1号 那每一个月 它在公布这个visa bulletin的时候 它也会说 我这一个月 我应该是 是用这个date for filing 还是适用这个final action dates 那像october这个月 它是适用的是date for filing 所以很多 你要eb3的人的话 你要在18年6月1号这一天 或者之前有一个prome交上去 你就可以file485 你看它这个时间 已经比这个eb2快了 一年 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我们 如果我们既能满足eb2 又能满足eb3的条件的时候 我们一般建议你不妨 依然你可以选择eb2和eb3 同时file 你如果那个perm certified之后 对吧 这样的话 等到你等排期 whichever category 更快 你就可以直接去申请了 这是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办法 你可能先排到eb2 因为你eb2如果批了 anytime你可以去downgrade到eb3 但是如果你只是eb3批了 你不可能把你自己upgrade到eb2去 对 所以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能满足eb2的条件 你eithereb2和eb3 直接file file两个140 just in case 像现在这种情况 eb3更快的话 你就可以评你的eb3 或者就是说你fileeb2 然后这个时候eb3到了 你可以downgrade 你的eb2到eb3 然后再和你的485一起交上去 OK 对 这个跟h1b不一样 h1b它既可以是fulltime 也可以是partime perm这个绿卡申请 它必须是一个fulltime的permanent position 你是一个temporary position 那就是h1b 你就不用申请绿卡 所以你一定要证明 你这是一个permanent fulltime position 这是一个它的basic requirement 你要申请绿卡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future position 那什么叫future position 就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都以为说我现在为谁工作 为雇主A工作 那只有雇主A才能为我申请绿卡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法律规定是说 你可以是你现在为雇主A工作 如果雇主B愿意给你申请绿卡 你也可以用雇主B来给你交一个perm的申请 这个雇主只是offer你说 你拿到绿卡的时候你来为我工作 所以即便是在你拿到绿卡之前的这些期间 你都没有为这个雇主B工作 你还是可以让雇主B为你申请绿卡 对 所以that's why 就是说很多 很多朋友在问就是说 哎呀我有一个perm的申请交上去了 然后我这个perm位置现在涨那么高 原来能达到现在达不到了怎么办 影响我的申请 那像这种情况就是说 你要一个是要去educate你的employer 你对于这个perm的这个position 它的这个previlling wage的要求 这个number不是你现在就要去满足的 employer not obligated to pay you this amount of money at this point 它是说你可以是一个future position 等你拿到绿卡的那个时候 employer才 obligated to pay you 这个满足它的previlling wage requirement 那对于我们中国人的时候 现在我们要排三四年 大概排三到四年的时间 从你申请到goes through整个过程 那你可以跟雇主说 我只我要在三到四年之后 甚至更长的时间 等我拿到绿卡的时候 我才能满足 才需要去满足这个wage requirement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你可以去跟雇主沟通 让他能够继续 continue support你的这个perm的这个绿卡申请 那H&B不一样 H&B是10月1号开始 你的雇主就要按照previlling wage 来发你的工资了 所以他这个跟这个perm 还是有很大的序列 另外就是occupation based on job duties 这个跟H&B是一样的 就是说移民局 它不是只是看你自己claim 你是什么occupation 它就来认定你是occupation 它在决定你的这个previlling wage的时候 它是要根据你的job duties 和你的job requirements去判断 你是哪一个真实的occupation是什么 然后他再根据你的这个occupation 再给出你的这个wage requirements 所以这个promise申请 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这个minimum job requirements 你在考虑minimum job requirements的时候 一方面你可能考虑 你不想把这个requirements set太高了 这样的话直接会增加你的wage level 你的previlling wage要求也会更高 那有可能雇主觉得他没办法 afford你pay给你这么高的工资 他就没办法给你sponsor这个promise申请 这是你的一个concern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又想 因为他要go through 一个一系列的这个recruiting的activities 的efforts 你肯定是广告打出去 有很多这个candidates的resumes 是要进来的 所以你又想在这个draft你的minimum job requirements的时候 你又想尽可能多的exclude的那些 能够满足所有条件的人 最后你能得出结果说 没有人能够满足这些job 这个position的minimum requirements 所以你的case可以continue 雇主可以最后通过这个prom来帮你把这个绿卡办下来 所以这个是你在这个申请prom里面 最关键的地方 OK 这些我刚才都已经cover了 我想我就直接go over了 对 我再讲一下这个recruiting 你这个job一旦确定下来 第一步 你就是要去把这个preventing wage requirement 交上去 让劳工部来给你确定 你的preventing wage requirement是多少 那这个wage requirement下来之后 如果你的雇主说OK 我们同意在你拿到绿卡的时候 按这个工资来付给你 那我们就可以continue the next step 那就是你要开始做广告了 对你的职位做广告 打广告 那这个广告要求 它一个 它manitry 它有三个广告要求 这个是你一定要去满足的 一个就是in-house posting 一般就在你公司 它有一些很具体的这个要求 你要连续的十个business days 你要把这个position job title position salary 你都要post出来 这是它的要求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每一个州 它都有一个 劳工部的job bank 我们叫SWA job order 这也是要求最长的一个广告 它需要在你本周的这个SWA job bank里面 post你的这个job for 30 days 那通常一般它这个 它没有明确的说是business days 还是canada days 所以通常我们一般在做案子的时候 我们都建议client在这个job order上 我们让他打35天 就是把那个两个 把那个周末的时间也带进来 normally我是要求多打一些时间 那另外一个managerin就是 two sunday newspapers 这个sunday newspaper的要求就是说 你要当地最大的 这个circulation最大的 这个newspaper 一般小报纸大概也没有sunday newspaper 也是那种很大的 比如说在芝加哥地区 我们一般就只有两种选择 在芝加哥地区的这个报纸 一个就是Chicago Tribute 另外一个是Chicago Sound Times 对 所以它这个to sound newspaper 一般通常从来选择也不是太多 另外就是除了满足这三条 你必须要打的广告之外 如果你是一个professional position 我们说的professional position 就是它至少要要求一个better degree的 跟H&B的那个条件差不多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position 你还在下面的这个十条里面 你选择任你三条 所以一共加起来 你是需要用六种方式 去广告你的这个job opening 那我们用的最多的这三条 一个就是在implore自己的网站上 打一个广告 这是一条 另外一个job search website 比如说job search 通常用的比较多的 像indeed的呀 现在linkin可能应该也算了 原来有monster啊 hotjobs等等 这些专门就是找工作的这些website 那另外就是用的比较多 也就是你local一个报纸 本地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报纸 这个没有时间上的要求 你打一天就ok了 还有一些公司呢 他可能本身已经有一些referral的program 但是他这个referral program 就说你要provide incentive 这个是他的法律强调的 就说一般你如果有employee 有推荐的话 你会给这个推荐的employee 一些incentive 给他一些奖励 那这种也是 可以作为这个additional recruitment的一种 来satisfy ok 这个是他广告的要求 那第三步广告打完了以后 你就要 这个雇主你就要认真的 或者HR你就要去screen 这些申请人交来的材料了 那他对这个application的review 也有非常 详细的规定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document document就是说你每review一个resume 你based on什么原因来deny他 你觉得这个人不符合条件 你都要有非常清楚的record 比如说他没有我要求的degrade 那你直接可以给他deny了 他没有我要求的一个 必须要的一个minimum的knowledge skills 那你也可以based on it 直接deny了 对所以你这个document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 perma application document完了最后一步就是application filing了 application filing一般都是在网上 electronically file 一个ETA-9089这个表 他这个表上要collect你所有的关于你的job position的information 关于你广告你在哪一天在什么地方打广告做了一些什么 这些信息他都要收集起来 那你把这个表所有的信息提供上去你就直接online filing 那这个时候你finding的时候你不需要提供winding supporting documents 你只是把这些信息告诉他们 那你这个9089交上去以后他依然可以直接给你的这个9089 approve了 certified 或者他可能会给你发一个audit notice 那他在这个auditing的这个阶段你就需要把你 但是在后面万一你要被抽中auditing的时候 你这些evidence你是全部都要加上去 你如果有一项你没有 evidence来证明他都可以deny the case 所以就是说你做prom的时候一个就是time要特别小心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document要特别注意 那下面那个杨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有哪些原因会triggers这个audit 很快讲因为时间不多了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如果你add一个language requirement的话很有可能他会challenge你 OK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叫你要求太过 就是说什么叫太过 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 劳工不说subwaydeveloper这么一个position 通常只是需要个batches degree加两年经验 你说我需要phd degree六年经验 那很有可能劳工不就会challenge你了 为什么你需要这么多的这么好的这么高的学历 然后这么多的经验 OK那么另外就是random的就是说他随机抽查的这个没办法避免 前面两个基本上都可以避免随机抽查避免不了 OK往下 OK就说劳工证certified以后你要在180天之内 所以你要跟移民去file那个I-140要不然那个劳工证就expire了 在I-140的阶段主要是证明两个 证明第一个你作为beneficiary你有没有meet这个position的所有的requirement 这个requirement就包括education包括experience OK那通常大家都会有experience所以你要看一般我们要求他们拿那个implement verification letter 是在这个时候你交给移民局的不是交给劳工部的OK 这是I-140所要查的 然后I-140这个阶段移民局还要查的就是说雇主有没有这个能力支付这个offer的薪水 那个regulation里面写的很清楚 就是说从哪一天开始发劳工证一直到你拿到绿卡为止 雇主都要有证明他有能力支付你这个工资 那么initial evidenceregulation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你要至少提供三个document其中一个 第一个annual report 第二个tax return 第三个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其中一个一定要提供给他 如果提供不了的话那么你怎么办 比如说因为annual report一般都是大公司public traded 那么tax return有时候不少的startup都是 都是那个负的那个negative number不能显示他有这个能力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雇员已经是被雇主employed的话 雇主已经付到offer的薪水的话 那可以通过那个工资单来证明雇主已经有这个能力支付工资 如果如果前面三个文件都没有雇主又没有付到offer的薪水的话 在i110阶段移民局就会deny整个申请 等于做前功尽弃 所以最最开始做perm之前 你首先要make sure雇主能够提供证明ability to pay的这个document 证明不了的话根本不要做 因为做到140还是前功尽弃没有必要做 好再往下 OK 就说一般我们H1B六年所以一般会建议你们第六年开始以前 第五年年底之前你要把那个劳工资和140发上去 这样的话你可以preserve一个basis可以演你的H1B 另外就是portability是什么含义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approvedI140 如果你的I485pinning超过180天 然后你找到下一家雇主 新的给你的这个position是属于same or similar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那么你就可以跳槽 放心的跳 跳了以后你现在雇主去withdrawI140 对你没有影响 只要你满足这些要求 如果是在那个jobs OK 140批了以后你在等排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说我要跳 那么你前面雇主给你递的劳工资I140 基本上就that's it没有效 就说不能再帮你了 新的雇主要重新给你递新的劳工资I140 140批了以后 140的approved notice上面会沿用你前面的那个priority date 因为你在表格里面你会disclose 说我已经有一个approvedI140 那个priority date什么 所以你新的I140批了以后 那个移民局会自动就把你前面那个priority date 写到你的后面的I140 approval notice里面 好再往下 对这是那个wh刚才那个张律师已经讲了 好再往下 这是刚律师张律师找到 的一些那个wage反正有大幅度的提高 再往下 ok讲那个visa number 就说职业移民每年差不多是就是14万个名额 那么每个国家不超过7% 所以这也就是申请人多名额就这些形成了羁压 um current reticulation 就是说羁压就是因为申请人多名额少 priority date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如果是通过perm拿绿卡 哪一天perm的那一天后来p的话这就是priority date 如果是不通过perm有的人是自己申请的国家利货后面申请 结束人才申请是自己直接申请IR行的 哪一天移民局收到你的申请后来p的那一天就是你的priority date cross chargeability是什么含义就是说如果你的配偶他的出生地不是中国 比如说你跟你的配偶是台湾出生的或是韩国出生的 那你可以用配偶的出生地来决定就是说你的那个visa是不是有还是没有 那么职业移民第二类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有current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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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igrant visa 那如果你太太先生是中国和印度其他国家出生的 那你可以用他们的出生地来说我可以现在职业移民第二类 immigrant已经current 你可以发R185 所以这个是叫我们叫cross chargeability 再往下 OK 这个我估计没有时间讲了 张学师我们就算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的Q&A吧 好吧 好的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Q&A环节吧 因为我看今天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咖啡夜谭开始以来最多的一次 我看一下就大概能不能把大家的问题相似的把它汇总在一起 我觉得大家可能目前看起来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新的政策一出来 特别是对这个工资的要求 在这一块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就是compromise 就是说还是说他这个工资出来就是定死了 你必须得达到这个工资 要不一切都免谈 很多人有在问到新公司出来之后 比方说之前拿到的offer还算不算数 或者是说会不会影响这个H&B的一个transfer 还有一个那个一般我们做H&B的时候 都是去那个劳工部的我们叫online wage library 去那边找那个OES里面的那个wage OK 但是呢你也可以如果wage太高的话呢 你达不到的话如果你能够找到我们叫private survey wage survey如果你能够找到private wage survey的话 那你可以提供wage survey给用这里的wage 你一定要先向劳工部要一个wage determination versus perm申请的话你一定要先向劳工部要一个wage determination 劳工部determine是多少 level 1就是level 2就是level 2 但是我们在做H&B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按照雇主给的薪水 然后就看能够达到什么标准 OK 如果是只能达到level 1的话我们就选level 1 如果能够达到level 3的话 那我们不一定选level 3 我们可以选level 2 就是这个level是看雇主offer的薪水 然后我们到时候看选哪一个比较合适 接下来这个薪水刚刚开始移民局会怎么inforce 在具体的case那个执行当中现在都是未知数 然后现在应该会有我们包括移民律师学会 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都会follow lawsuit challenge他 联邦法官会不会issue一个order suspend 就像那个今年那个本来移民局10月2号要提价的那个 我们叫那个free rule 因为联邦法官就今生的一个联邦法官就order一个issue order就暂时就suspend 那很有可能因为现在我们移民律师学会 跟其他的一些组织都在联系看看 什么时候follow lawsuit 来challenge那个新的这些rule就是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 我看了好几个问题都是说 一个就是说它的pwd在喷顶新工资会不会 新工资达不到会怎么办之类的 它的这个rule是如果你的LCA在这个10月8号 它这个入生效之前已经做决定了 已经LCA已经determined了 你的工资是多少 那你之后在第H1B申请啊 在第这个perm申请啊 你都不会改变 就是说你还是适用原来的这个工资标准 你不用受到这个新的这个prevening wage的这个影响 但是如果你10月8号以后 你才file的LCA application 那它就是按新的这个工资标准来使用 如果你的这个LCA file了 但是还没被决定还在喷你 10月8号已经开始使用了 他们这个规定上说 那这个劳工部他在determined the prevening wage requirement的时候 他是会按照新的这个工资要求来给你做决定的 所以这样的话你的工资会达到要求 那如果你是在申请利卡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PWD pending新工资达不到要求 我觉得你是可以去跟雇主解释 他这个法律的规定 不是说你工资雇主现在promise 你比如说你的工资这个PWD出来是10万 不是说现在雇主就要配你10万 而是说你拿到绿卡的那一天雇主才obligated to pay 你10万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跟雇主解释清楚 而且你要告诉他对于现在中国人来说 一般要pay多长的时间 3到4年甚至3到5年 那是说的3到4年之后你才要obligated to pay 他这个prevening wage determination的工资 那像大多数像这种情况雇主如果能够understand the law well的话 他可能会统一继续给你申请 那对于那种H&B说有的说H&B已经拿到offer了 刚开始满足但现在还没有递交LCA 突然发现这个工资涨了很多 现在雇主也不能offer这么高的工资 level one都达不到那怎么办 那这种就是说一个就是刚才杨律师介绍的 我们在expect 我相信一定会有law suit出来的 而且very likely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根据我们之前 川普那么多行政令 都被这个law suit 搞到法院最后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你be prepared 马上你就能把你的case 发出去 另外就是说那个fulltime不行的话 就是变通一下能不能变成part time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meet wage的要求就是 好的 然后有朋友在问说 这个新的政策的话 对学术界的H&B有没有什么影响吗 我刚才在讲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 他这个工资标准实际上是两套 一套是industry的 一个是学术界 normally 学术界工资本来就要比industry稍微低 但是他这个涨的时候 他从17%涨到45% 应该是both都涨的 所以我想都会有影响 好的 然后那个还有人在问到这个H4的事情 有这个H4的EAD 现在大概这个申请时间 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测吗 是不是说非常的长 或者是有人问 是不是每次都只有一年 没有H4的EAD是跟着H4身份来的 H4身份又是跟着H1B来的 所以H1B到哪个截止日期 所以你的H4也到哪天截止 你的EAD也是到哪天截止 你有时候就说 你可以同时申请 就是说DH4跟EAD同时申请 但是EAD的申请不会在H4申请之前批 一定要先H4批了以后 他才批你的那个EAD的申请 所以就是要看那个processing time 那么 现在就说具体我现在没办法 没有时间查 就是说可以移民去网上都有 每一种申请都有processing time 你可以进去查一下 就是说 现在H4那个EAD是什么一个processing time H4转身份是什么一个processing time 一看就知道 好的好的 然后那个Sara Z问了个问题 就是说关于这个 beneficiary qualification的 那个华尔街日报是说那个EE专业做software engineer一定会被denay这个解读是正确的吗 那转专业的同学应当如何准备和应对呢 应该不会因为我自己就做过好几个这样的EE做software engineer的case 就是我们就是通过那个分析它的那个具体的课程 就具体课程里边它有很多是什么algorithm啊 什么用到什么因为algorithm应该是很多有software成分在里边 所以就是通过这些课程的分析来跟移民去讲 就是说这个不是纯粹是那个electrical engineering 而且它的课程里边有很多是software engineer的成分 所以它有这方面的knowledge可以qualify for software engineer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但现在就是说这个最新的路确实是narrow 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对这个specialty patient有了很窄的 不知道direct related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从你的课程来分析 它不会说肯定会对聚 但是它被challenge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RFE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样去respond to RFE 你怎么样举证 怎么样去跟它explain你的job duties 一直跟你的这个专义你学的这个学位它都是direct related 如果你能提供很好的evidence去证明我想它也会评 好的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真的问题挺多的哈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那我这样子我就挑几个 我觉得可能比较有普遍性的问题 然后来让我们的律师回答一下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之前的H1B是level 3的这个wage 那么它在renew的时候还是必须是level 3嘛 还是说它可以有办法变成level 2之类的 特别是在这个新的政策之下如果这个level 3的工资 你拿不到了你说我就用level 2应该也没有问题 因为level 2还是可以说这个job duty complex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说不会因为是level 2的wage 移民官反过来说你这个job duty不 complex不是一个specialty occupation 我自己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所以就说不一定是你要stick to level 3 应该可以用level 2就是了 它这个哪个level是depends上你的job minimum requirements 你如果只是一个entry level 你就可以level 1 所以雇主从雇主来说他任何时候他可以决定说 我现在的这个position 它的minimum requirement 是一个junior position还是一个senior position 但是如果你要补充的就是说 你就可以把这个level定成level 1或者level 2 如果你是一个senior 那你就不能改了 只要你的job title上有一个senior 所以very likely你肯定是不能改成level 1的position 他一定会challenge你 另外我想说的就是说在H1B Petition的letter里边 我们一般不会我们只是说这个position 需要at least a bachelor or higher degree in什么专业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beneficiary 他有这个bachelor或是master degree 我一般都不会写experience 因为没有这个要求 只要是这个position 需要个bachelor或是bachelor以上 degree 你什么专业 然后你这个雇员 有这个bachelor或是bachelor以上 degree 你这个专业的话 that's it H1B就可以批了 至于experience什么的 我一般在心里边 我都不会讲 但是如果是你进到perm的这个context里边 那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要发wish determination的时候 你要讲 我education 我需要bachelor还是master 然后我experience 你说我是需要两年 四年 那么一般job zone 4的这种position 你只能是两年到四年的experience 如果说 就说还是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software developer 那么劳工部说bachelor's degree 加 因为他是一个job zone 4的一个 position 他可以需要两到四年的经验 那么顾主说我需要bachelor's degree 然后我需要两年的经验 那劳工部determine的时候就是level 1 wage 如果顾主说bachelor's degree加三年的经验 那已经这个两年到四年这个range里边 可能他会说这是level 2 level 2 wage 但是这个apply在perm这个context里边 因为你要拿wish determination H&B里面你不用拿determination 你自己选 OK 然后你根本不用说这个position 需要多少年的经验 你可以不用提任何的经验 你只说需要一个bachelor in什么专业 然后这个beneficiary有这个degree 所以that's it就可以peer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问题在问self-employed 能不能做H&B self-employed是不可以做H&B的 因为H&B有一个requirement是说 你要证明有一个valid employee relationship 如果你是self-employed 自己顾自己 你是没办法来证明这一遍 所以这个peer不能self-employed 但是有一种情况有一个问题说 我H&B可不可以设立自己的LLC 你如果能找到几个partner一起做 你只是占了这里面很小的一部分 比如说你占10% 20% 还有可能 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 你还是可以建立employee value relationship 然后你还要证明这个employee 对你这个employee 有一个full right of control 你只要能证明到就OK 但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100% 或者more than 50% 拥有这个公司是不可以的 因为他要证明就是说 谁有权利发爱你 那没有人能够发爱你的话 那这就不是一个真实的employee relationship 就是 那么有的人通过那个board of directors 他说我去弄一个board of directors 这样他们有权来来做 那这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就像张律师说的 最好能有一些合伙人 你是只是占其中的一部分 ownership 而不是全部的 好的 那个有朋友在问是 如果他们是明年5月毕业的话 他们可以参加这个4月份的这个H1B抽签吗 如果他们明年的4月份抽签没抽中 他还可以再抽后年的4月份吗 如果他前提是他是明年5月份毕业 应该应该可以 就是以前就是说 如果是按照前年的做法 去年的做法就不行了 今年就可以 因为他只是说你在第H1B申请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degree 那我刚才讲了就是说抽签以后4月到6月有三个月的时间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你拖到6月份才递 H1B申请的话 那那个时候你已经拿到你的degree了 所以你应该可以 好的 然后那个有人在问就是特别是现在疫情期间 他说请教一下 H1B transfer 因为疫情没办法搬家 需要先在外州remote work 但是他的申请材料上写了公司地址和外州remote的地址 H1B transfer approved后等疫情结束后去新公司的city上班 还要file amendment吗 只要最开始的那个LC申请里面 把他的公司的地址已经include进去了 他就不需要再去file lc amendment 如果他当时申请的时候只是把他外州自己的那个外州的地址 没有把他公司总部或者公司本地的地址包括进去 那他还得file amendment 所以就说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就是itinerary 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如果你接下来 你会在有可能在两个地方做的话 那你在第那个那个我们叫lca的时候 你要把两个location都写进去 然后H1Petition里边也是说两个location 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flexible 到时候你可以work in either location就是 说起这个itinerary我刚刚还忘了提到一点 就是说现在的新路 我唯一看到的一个advantage就是这个新路把这个itinerary的要求 remove掉 David我看到这个新的路里面他不需要再去满足这个itinerary 因为两个三个不同的position要把那个这个原来的那个要求 我们要写一个list什么时候在这个location什么时候在那个location 就不需要了 就是你说就说12月7号以后生效以后 目前还是这个就是ok 好的然后那个我们尽量在那个11点之前 然后看能不能把这个尽量能cover as many as possible as many as possible 然后有朋友在问这个financial analysis的这个通过率是不是会比data analysis的这个通过率会低一点 可能有些朋友在银行的话他可能两边都可以就相当于都可以申请 我会建议用financial analysis那个比较比较稳 我同意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data analysis的现在实际上就是它没有一个OH没有一个exact这个sign occupation 你还得再去找一个跟它close occupation这个实际上更 vake your case more complicated 但是financial analysis它直接就知道你可以直接用 所以如果两个都符合条件两个都可以用的话我也是建议用financial analysis 如果你是那个finance degree mathematics degree这些都可以用financial analysis没有问题 嗯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如果同时有B和F1签证 如果F1到期转用B然后这个是需要出境后再重新入境吗 这个就是说经常大家会混淆两个概念 一个是visa一个是status 你需要一个有效的visa进美国 进了你是status visa就irrelevant 那么你说你护照里边有F1也有B 这只是visa 你当时用哪个visa进来就决定你在美国是哪个status 你要从一个status转到另外一个status 两种一种就是离开美国重新再用另外一个visa进来 另外一种就是在美国这里发一个change of status change到另外一种status 嗯好的 那个然后还有人是问的就是如果有些工作 他其实要求的是只能是讲Chinese的人 或者是bilingual的人来做的话 在如果是有这个语言的这个需求的话 在申请H&B上面是不是会有一定的优势 H&B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优势 你想问的应该是perm H&B对于这个语言是不是有要求 就像刚才杨律师说的 我只需要说我需要这个degrade就好了 你even你都不需要说我这个position需要几年的工作经验 所以这个language也没有什么区别 你是要求还是不要求 但在perm上它就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你在perm里面我们认为是一个不利的 会triggeraudit 如果你专门要求说我有一个foreign language 这么一个requirement在perm里面 你是很明显这个可以exclude很多的不懂这本语言的人 当然所以它也是 为什么它这个是一个很容易triggeraudit 然后让你的case一方面delay的你整个case过程 另外一个就是说让你的这个顺利批股更麻烦一些 当然如果你的职位确实有这么一个requirement 你也不能不要 那个时候你要自己be prepared 要去准备audit的时候你要去explain why你需要这么一个language requirement 好的 然后那个有人在问的问题是 夫妻一起申请绿卡还是义方申请绿卡 这两种哪种比较好 夫妻一起申请绿卡会更有优势吗 还是比方说两个人都是phd 或者都是那个postdoc 这样的话就是说会不会有增加这个 就是说绿卡的这一个成功率 或者是会更快一点 我是觉得可以就是说两个人共同一起申请 这样的话你多一个option 因为你一个申请 比如说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达到像phd 可以达到eb1a 但是最后你如果碰到一个杀手型的移民官 过了你如果没有premium processing 因为一般我现在都discourage client用premium processing 因为premium processing很有可能会碰到这种杀手型的移民官 所以如果regular processing的话 你说我就一个人试 试了一年以后拿到一个补材料通知 补回去又拖了半年 那一年半以后最后拿到一个denial 那已经浪费了一年半了 versus如果说另外一方也同时d的话 他可能就批了 那你争取到一年半的时间了 如果费用不是一个issue的话 对如果financially不是一个issue的话 但是如果你费用上是一个issue 我们一般会evaluate两个人的这个情况 他的resume save更强一些 我们会主张那个更强的那一方去申请 好的 所以那个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在问这个新政 就比方说有些人他今年三月份抽中了 十月份他收到那个RF11的通知 那现在这个新的H1B政策落地了 那相当于他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工资上面的需求吗 或者是就说 因为他这RF11节能 他这个LCA determination早做出来了 所以他还是应该用他原来的工资要求 那他下一次extension或者H1B transfer 那肯定就要用新的工资标准 对然后那个有人在说这个方块 把你们的那个二维码遮住了 他们好像扫不了码 看能不能移一下 对对对 这样子大家可以扫一下码 然后那个更多的问题的话 可以那个 可以联系我们的两位律师 对的 好的 差不多 第二房字起码 呵Mic 我 начала